你知道微薄望远镜捕捉到的车轮星系和创生之柱究竟有多美 在浩瀚无银的宇宙中 星系和星云的数量不计其数 其中有许多美轮美奂的景象 令人叹为观止 也让人们无限向往 今天我们一起去欣赏宇宙深处那些美丽壮观的真实图像 去看看它们到底有多美 大家好 欢迎来到百科片场 2021年12月25日 造价100亿美元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成功发射 经过了一个月的太空飞行 韦伯望远镜于2022年1月24日 顺利进入日地系统第二拉格朗日点的运行轨道上 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远 它的主径直径达6.5米 是哈勃太空望远镜主径直径的2.7倍 由18个镀金膜的六边形反射镜拼接而成 自从微博望远镜正式运行以来 不断刷新着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传回来的图像让天文学家们感到欣喜万分 它拍摄的第一批全彩图像 一经发布就震惊了整个天文学界 人们都被这些壮丽的照片深深地震撼到了 我们先来欣赏一个光彩夺目的星系 2022年8月2日 NASA与欧航局联合宣布 微博太空望远镜捕捉到五亿光年外的美丽星系 这个星系位于玉幅座方向 是一个相互作用星系 它刚刚与另外一个星系发生大碰撞 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它就是著名的车轮星系 科学家估计两亿年前 一个较小的星系撞到了一个较大星系的中心位置 在图像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车轮星系有一个明亮的核心环 外部还有一个星暴环 星暴环是大量气体尘埃云从中心冲向外部 导致外层星云受压 因而诞生了无数颗星的恒星 这种内外环的星系 在宇宙中十分罕见 车轮星系外部环的旋转速度达到每秒250公里 并以每秒90公里的速度膨胀 该星系直径约为15万光年 其亮度是银河系亮度的50倍左右 从微博望远镜拍摄的照片 可以看出 车轮星系的外表 看上去是由粉色 橙黄色和暗蓝色组成 其核心环与外环闪耀着的光芒 让科学家们惊叹不已 此前哈勃望远镜 也曾拍摄过美丽的车轮星系图像 但和微博望远镜拍到的一对比 差距一目了然 虽然车轮星系距离地球十分遥远 但它浑身散发着五彩斑斓的光芒 让人难以忘怀 在微博拍到的第一批照片中 美丽的星团必不可少 它们是距离地球 约40亿光年外的星系团 从图像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里包含了大大小小数百个星系 每个星系都是由数百亿 甚至数千亿颗恒星组成 行星的数量更是无法估量 此前哈勃望远镜也曾拍到过这张图像 但科学家们却花费了数十天的时间 而微博望远镜在同一片天区拍到的清晰图像 只用了12个小时 这让科学家们能更好更快地研究 这些星系的形成和演化 除此之外 微博望远镜还拍到了 位于船底座的米斯特拉尔星云 也叫NGC3324星云 距离地球约7500光年 这是一片超过15光年的区域 它是由气体和尘埃云 以及恒星行星所组成 也被称为宇宙悬崖 微博使用近红外相机 和中红外相机穿过厚厚的气体 拍摄到星云内部 孕育出来许多明亮的新恒星 这些年轻的恒星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在星云的顶部 还发现了一种罕见的轻射流现象 这是新恒星形成时才有的现象 持续时间约一万年 对科学家研究恒星形成 以及附近行星的形成提供了重要信息 但是令科学家们感到兴奋不已的是 六千五百光年外的创生之柱 它位于老鹰星云内部 1995年哈勃望远镜首次拍到了 创生之柱的美丽照片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三根巨大的云柱 左边这根高度达到了五光年 在这些云柱的内部 时刻都在孕育着新的恒星 创生之柱因此而得名 这张照片曾被评为哈勃拍到的 宇宙最佳前十照片之一 为了看清楚创生之柱的真实模样 科学家在2022年10月19日 将微博望远镜对准了老鹰星云的内部 捕捉到了一张雄伟壮观的图像 成为了微博第一批宇宙深空的代表作品 由于微博望远镜配备了近红外和中红外等仪器设备 可以穿过厚厚的星际尘埃和气体 因此才能看到美轮美奂的创生之柱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三根云柱璀璨夺目清晰透明 在它的内部孕育着大量刚诞生的恒星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柱子的顶部呈现出红色 里面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红色亮点 每一个红点都是一颗刚刚诞生的婴儿恒星 它们将从云柱的顶端喷涌而出 在创生之柱的旁边 有着数万颗恒星闪闪发亮 这张美丽壮观的照片 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微博还拍到 恒星形成过程中喷射出的轻射流现象 持续时间可能有十万年之久 我们将哈勃和微博拍到的创生之柱 进行对比 你会发现 微博拍到的图像比哈勃拍到的更清晰 也更明亮 除了星系和星云 微博望远镜还捕捉到了一颗 富含大量水字源的细外行星 它就是WASP-39b 距离地球750光年 它是一颗气态巨行星 外表看上去像粉色 直径是木星的1.3倍 质量仅为木星的四分之一 围绕着一颗与太阳类似的G型恒星运行 2022年8月25日 NASA公布了 这颗系外行星的大气层中 发现了大量的水 含水量是土星的三倍 并在大气中 发现了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和氧气存在的证据 由于WASP-39b 距离母恒星只有700多万公里 因此它的表面温度高达776摄氏度 公转一周只需4.06天 让科学家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颗系外行星距离母恒星如此近 但它却蕴含了大量的水资源 这是我们太阳系中没有的产物 同时也表明行星的形成 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复杂 这颗系外行星的出现 也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系外行星 大气层的形成与演化的机会 以及行星本身是如何形成的 在微博望远镜 首次拍到的图像当中 还有一颗贺矮星 它的名字叫做VHS1256b 围绕着两颗红矮星运行 距离地球约72光年 贺矮星看上去像一颗被点燃的木星 但它的体积是木星的20倍 温度约380摄氏度 维博在这颗贺矮星的大气中 检测到了水和钠与甲烷 以及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 它的质量还不足以成为一颗真正的恒星 发出来若隐若现的光芒 让科学家们感到很困惑 它的运行轨道是椭圆形 绕两颗母恒星宫转一圈 需要17000年的时间 这么漫长的时间 让地球上的我们无法想象 宇宙如此神奇 如此美丽 隐藏着无数的秘密 微博望远镜拍到的宇宙彩色照片 将广袤的宇宙呈现在你的面前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盛宴 让人感到无比震撼 对于浩瀚无垠的宇宙来说 地球显得如此渺小 而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我们来说 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或许人类终其一生 都无法走出银河系 甚至是太阳系 因为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地球就是我们的全部 XXX turbo filmp4 train